我們講講醫學問題 其實如果有這個問題 人家都挺辛苦的 紅斑狼瘡 但是我們就不是純粹用這個病徵去講 而是說 其實現在我們對人類的免疫系統 有多大的認識 那麽說吧 免疫系統你要去 很多時候的認識就是我們知道基本上的功能 裡面有些細胞去做些什麽的事情 但是很多時候就是你要怎樣去刺激到那種反應 整個很微觀的那個生化 其實你是永遠講不完的 有一些事情 譬如很簡單 你說紅斑狼瘡 它那個基本上就是它自身的免疫能力 去襲擊自己的身體 其實很多時候一去到這些免疫系統失調的這些病症 很多時候都是極難去醫治的 你聽過可能有些叫皮肌炎那樣的東西 又是這些自身免疫系統出問題的東西 紅斑狼瘡這些又算是 究竟具體上是怎麽不同呢 我自己都不能夠一時三刻去搞得清楚 更加不要說就是我們怎麽去嘗試 介入這些免疫系統 來去幫我們去個人健康 甚至乎有一方面就是 我們可不可以教識免疫系統 來認得我們的藍細胞 從而令到我們就算是有藍細胞 也可以自己就醫好自己 這個就是另一個路向 所以就是說免疫系統本身它複雜 我們知道的就是很皮膚 暫時比較有成果的就是 我們懂得怎麽樣去教識免疫系統去認一些東西 譬如傳染病疫苗那些 我們有一些新的方法去做 有幾種不同的方法去做 但實際上怎麽樣去介入我們身體 整個免疫系統的某一些細胞教識 它好做一些事不好做一些事 我們就不是太有成功的能力的 所以我今天要拿一單 我就覺得在這個學術界裏面 都算是重要的 就是因為在自然期刊那裏 這裏要多謝我們的聽眾 這裏提供的資源 我比較容易看到那些論文 都幾廣泛關注的 就是似乎有一個成功的臨床研究 然後就找到一些方法來去大大舒緩 甚至乎不知道可不可以叫根治 就大大地去舒緩了這個紅斑狼瘡症 是 紅斑狼瘡症都是一種免疫系統的反應 就是完全是免疫系統認錯人 自己人都打 失調 是的 通常就說女性患者是比較多的 而且是直接影響到 就是整個免疫系統失調的東西 就是你很長手眉的 你甚至乎會怕會不會有番范 甚至乎有一種遺傳上面的可能 就是譬如你說銅卵雙胞胎裡面 一個有或者另外一個有的機會都大很多 所以就說應該有些基因上的原因 是導致這個紅斑狼瘡症 如果你說基因上的原因 那你可不可以用基因的方法去教那個臉系統 自己調教呢? program它呢? 這個program的方法是不是 你看看你講基因的方法是多麼仔細 經過了這場瘟疫之後 我們知道我們用基因的方法 教適應系統其實都很多個層面的 譬如以前你說的純粹就是說 用一些滅活的病毒去打個身體 那基本上就是整個病毒的基因資訊 放進去給它學習 然後你講到mRNA技術 就是你要用mRNA來教識身體 製造一些東西再打贏它 那其實你講到最底 去到這些分子生物技術的東西 它都牽涉到那個基因的問題 但是在這次的這種醫治熊斑狼瘡 我都會講它牽涉到一些 都有一些基因的因素 但是它當然去處理的就是 不是完全全一條赤裸裸的基因 但是它的目的就是希望 也都是教識那個免疫系統去不要做一些事情 因為其實熊斑狼瘡症就是說 它有一些免疫細胞 它是會發絲號令去認得 然後就認錯了 就襲擊身體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抑制那些 那些免疫系統細胞 尤其是應該都是白血球的那個家族 就是專門是發絲號令的那些T cell 令到它們去活性減低 甚至認得不要去襲擊一些東西 其實就是這個叫做 去train這個 或者我用一個字叫program program了這些這樣的免疫系統 令到它去達到我們想要的目的 其實那個想法是有很多 那現在你說真是嘗試的也都有 但是這次我覺得是初步有一個 叫做熊斑狼瘡症病人的 曙光的一個研究結果 就剛剛這個禮拜在自然期刊公佈了出來 那如果不斷做 就是說教識它 不要認錯人 還是還是將它那個免疫的 就是打那個攻擊對象 那個弱力減低了 這樣講 這裡很仔細的說不出 但是它用到的手段是很有趣的 但是有些背景資料我先給大家 那這次它參與的其實就是 人數不多 那五個病人就四女一男 那那個年齡就大約是很年輕的 那都是二十多歲 就有無法隱瘡症的病人 那然後就 他們都患病患了都有成 就是四至八年不等的了 都受過病折磨得挺辛苦的 那他們用那個方法 就是需要用到一些 類似病毒的一個媒介 那這個手段其實 在我們剛剛這個肺炎疫情裡面 我們都聽過類似的事情 比如那些叫做腺病毒載體疫苗 那用腺病毒來做載體 來包住一些我們想 身體知道的遺傳基因資訊 就扔進去那樣子 那這個就是另一回事 但是那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如果想帶一些東西 去我們的身體免疫系統 很多時候我們需要一種載體的 我們科學上會叫做一種叫Vector 你可以當是一種載體 一種載體 這樣理解也可以 那它就用一種類似 好像病毒那樣的東西 作為一個載體 來去將我們希望 那個免疫系統知道的資訊 就帶了進去我們的身體免疫系統那裡 那它這次就針對一種叫做 就是它的作用就是 叫做Anti-CD-19Carty-Cell 就是這些名字聽完就算 當然熟的人就會知道是什麼 其實就是去抑制某一種 把血球免疫細胞過反應的一種 一種類似病毒的在體 就帶進去我們的身體那裡 令到它就達到一個效果就是 它的免疫系統不會有這麼強烈的 那種叫做Carty-Cell的那種作用 於是順帶就是它不會這麼容易 襲擊到我們的身體 其實這種事情你問我就是 它跟全面降低這個免疫力有沒有分別呢 我想最主要的分別就是它很針對性的 它就不會說是全面地降低你的人的免疫力 而是它只不過有一個病毒在體 它叫做特別去降低 就是你身體去對於 就是某一種的免疫細胞 它對於你身體的一種無謂的免疫反應 就將它抑制了下來 就是可以說是一種比較精確的一種 program的方法來去 很有針對性的來去重新訓練 這個身體的免疫系統 嗯 是不是但是代表我們 對於了解整個人體的免疫系統 那個距離還是很遠的 可以 其實應該都說是 但是叫做在這個研究結果裡面 暫時比較恐怖的就是說 大部分就是那五位的試驗者 本身都是有改善 基本上也都看到他們那個痛苦啊 副作用等等就少 所以呢 就是在 而且就是說 就是出了一個叫做 比真的有對症下陽 有效 也都是比較可以 應該給不同的環節都能夠接受到的 一個療法 就有一個初步的結果就出來了 好 這件事就是牽涉到 就是這件事其實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那將來就是 如果我們能夠第一次這樣成功 來去教會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 去做一份功課 那未來我可不可以再將它 教會它再做一些更加複雜的事情 甚至最後達到就是immunotherapy 由你身體自己去消滅臨細胞 或者完全是抑制著那種紅斑狼瘡 皮肌炎那些東西 那其實會不會有一個徹底的治療呢 那就是潮著這個方向走 就只會說是 但是最後背後 你為什麼program 你那個免疫系統這件事呢 那我只能夠就是 我自己的能力有限 暫時看到就是 終於有一線曙光這樣的意思 好 終於看到一些希望 那除了這個呢 我們今天結尾 我們都要提提另外一個 一個新的科技的進展 那你有沒有喝牛奶的? 我就很看心情 就是我自己就年紀 不是小朋友那樣了 不是每次都受得牛奶的 我一直都不受得牛奶 我從小到小都不 有些人是受得牛奶的 其實很有趣的 你說基因上 東方人是比較不受得牛奶的 其實原本受得 但是很可能就是說 你不受得牛奶可以受到什麼呢? 你就受到一些 乳酪可能也沒有問題 但是我不知道乳酪 你吃下去有沒有問題? 我吃OK 反而就是被細菌處理過的 反而就OK 這個其實很多一些 譬如吃不到牛奶 但是又想要牛奶營養的人 就去鑽吃優格 是的 但是這個又很有趣的 你始終是說 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人 是一輩子都很喜歡喝牛奶 牛奶消耗量很多 營養好是一個原因 另外就是對於他們來說 生產很便宜的 另一個原因 但是生產牛奶 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要有很多的乳牛 那你可能覺得 乳牛會不會有很多激素 那樣的東西 那這個此其一 就是你會吃到很多無謂的東西 下去 喝了牛奶 但是多了很多添加劑 但是另外更大的問題 就是你養得這些乳牛 其實那個碳排放是很高的 你要養大隻牛 那些乳牛 你不是為了吃它的肉 你是為了要它的奶 你要不停的養大它 養著它 你又要不停的 令它維持著那個 能夠出奶的那個狀態 然後它吃東西 它有消化等等 那個碳排放是很高的 所以大家會想 有什麼方法 是可以令到那個碳排放 減低然後產生了牛奶 那就是人造牛奶 是吧 是的 於是有人嘗試想這些方向 人造牛奶 都有幾個方向可以想的 首先就是 我可不可以做一些 用植物來去代呢 如果你說好幾十年前 你聽到的 代乳豆奶 甚至乎維他奶 那其實就是純粹用黃豆 做一些植物的奶去取代它 但是你知道的 始終就是 豆奶就豆奶 牛奶就牛奶 營養價值是有不同的 那豆奶相對來說 營養價值挺好的 另外就是口感都不同的 那種純不純滑那種呢 牛奶絕對是純滑一些的 那就是近年 甚至乎如果你在超級市場 看到更多的 有些就是一些什麼 有很多不同的谷物奶 尤其是你看到什麼 杏仁奶啊 甚至乎用米做出來的 一種好像奶質那樣 質身的東西 有很多這樣的生產品 那那個純粹就是想去靠近模擬 就是這種其他方法 另外就是有一種實際的方法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用一種 分子生物技術層面 我們找到一種適當的酵素 我們就完全取代了 乳牛的作用 我們去嘗試去仿照 乳牛的乳腺 用它的身體的那種 新陳代謝的機制 用它的酵素 來去產生到 那種這樣的 combination 那種成份的奶汁出來呢 那其實原來是有人去做這個研究的 那裡面是什麼來的? 那其實就很有趣了 現在呢 其實最重要的過程就是說 我們怎麼辨認到一個正常的牛奶 裡面有哪幾種的複合的成份 你牛奶我們說的是牛奶 但是其實裡面就有很多種不同的蛋白質 甚至乎有些脂肪粒 它們組成一個對的 combination出來 來組成 基本上你首先要把整個正常的乳牛牛奶 做一個分子生物層面的分析 裡面有些什麼? 不同的蛋白質 你是需要用到不同的酵素去漏出來的 用一個勾字就是說 就是酵素通常就是幫你去 把一樣東西轉成另一樣東西 這樣 將一些身體裡面的一種營養 轉化了 用第二個形式 就是用那個牛奶裡面的那種蛋白質去呈現出來 你在那個分子層面能夠重複複製 然後將它混合在一起 那種蛋白質去呈現出來的那種 基本上就是一個跟實際上真的乳牛 產生牛奶沒有分別 這樣 這種這樣的技術 其實我們在其他人類的飲品 是曾經做過的 就是我們台長不知道你有沒有喝過 分子威士忌你有沒有喝過 沒有 其實是有分子威士忌敗到的 其實現在應該是在香港的 那些威士忌本身就不是釀出來的 不是真的你要找那些什麼麥拿糖化 然後釀出來 而是它真的用一個實驗室的方法 去將一個正式的威士忌裡面 所有的化學成份去找出來之後 就把它重新去自己調製出來 雖然我們沒有喝過 但是原來我們在今早上還有一題介紹過 是的 那個分子威士忌 是的 那我都試過喝過 那當然就不是跟你最靚的靚貨 你知道通常靚的靚貨就是 很多時候它裡面那種層次很複雜 那個分子裡面的種類會比較多 你真的要找出來砌出來 那你才能夠做到那種這樣的氣質在那裡 但是如果你把最主要最基本的 最明顯的那些這樣的分子 它根據它在你的儀器裡面的訊號 做出來 那你起碼都做到一種基本的威士忌 那其實如果你粗粗地喝的話 其實OK 至於不好喝的話 其實我鼓勵大家親自去試一下 最後就講完了 那現在只不過我們完完全全 就是用一個分子生物 分子層面的方法來去 就去重組這些這樣的威士忌出來 不是 重組牛奶出來 是的 沒辦法 我很明白 終於有威士忌多 那人造牛奶其實就是說 我們希望透過分子層面的方法 找一種適當的酵素 然後就幫我做到 好像那種正式乳牛牛奶裡面的 那種蛋白質 根據那個成份混出來 但是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不需要養一隻牛 只需要找到對的酵素就可以了 那是不是代表那個 就是產品這種人 symphetic milk 那個營養是和牛奶是一樣的 一樣的了 其實我就說完全一樣的了 甚至它容易變壞 但是呢 這裡又要小心一點 就是這樣說 和你新鮮拿出來的牛奶 我都會說有一些的分別 因為其實很簡單的 大家喝牛奶都知道的了 你喝鮮奶和喝一些已經入了紙盒的奶 是兩種口夠的 是不是 越是沒有經過加工的奶 你會覺得那種鮮味越不同 而且裡面甚至乎 很可能還有一種微生物的一個家族在那裡 那個營養價值是高的 所以 但是你把它煮過 可以放得久的那些 就是稍微加熱的 將它消滅了一些 那些 其實那個營養價值是會低的了 所以你說 用那個複合分子 合成的方法 這一種 用烤素去釀出來的牛奶 和那個正式的牛奶 那我就要問一下 就是你和哪個階段的牛奶來做比較 嗯 但是anyway 我都覺得 這隻人種牛奶 對動物本身是人道很多的 因為你遮乳牛 其實它都很痛苦的 很殘忍的過程 不停地要去摧殘 因為它要懂得生牛仔 那它才會出奶 就是和這些你可以想像 人都是這樣 就是我媽媽不懷孕 基本上不會出奶 另外就是整個過程 就真的那個碳排放量是高的 所以如果找到一種 合成的方法 做到一些營養價值 都是這麼好的東西 其實是值得做的 是 好了 那麼我們完成了四節之後 又到這個科學的回憶錄的時間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 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